這部影片要幫大家介紹的是在 九州這邊的鄉土料理 宮崎牛 宮崎和牛 我們要去的是KK Day會帶我們去一間神月之樹的鄉土料理店 去品嘗我們的宮崎牛 神月樹是一個130年歷史的茅草屋建築 那在這邊它其實很多時間點是在做一個神月表演的場合 其餘的時間它就是開放有這個宮崎牛的料理可以品嘗 那我們現在跟著KK Day一起來神月樹品嘗它的宮崎牛鄉土料理吧 我們現在要去吃宮崎牛 宮崎和牛 也是在行程裡面的午餐包含在裡面的 然後吃完午餐以後我們要去高千歲蝦 我們去吃的是神樂宿 那神樂宿這邊呢它是保存了日式榻榻米的一個建築物 茅草建築物 那平常其實它有很多在這個榻榻米上面表演神樂的一些活動 對你可以看到旁邊有一些神樂的人像人工 那這個就是130年的茅草建築 那我們現在要到裡面去用餐 可以看一下這個130年建築的內部囉 超可愛的傳統的宮崎牛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我們的傳統的名家吃 來日本有兩大和牛一定要吃 一個是神戶和牛 再來就是宮崎的這個和牛 那今天在神樂宿司特別安排的和牛料理 可以品嘗那種香土的吃法 那完全不用油 直接在桃鍋上面烤就可以烤熟吃它的原味 然後店家他會招待我們喝這個當地很有名的黑霧島燒蟲 這個就是黑霧島的燒蟲 在竹子裡面免費品嘗 很好喝 它是用芋頭製作的燒蟲 喝起來特別的甘甜爽口 黑霧島算是南九州這邊非常有名的品牌燒酒 對 品牌燒蟲 來這裡一定要喝 你去任何一家居酒屋都可以喝得到 這是我的宮崎和牛套餐 你可以看到還有油飯 還有那個小麻薯 茅草屋裡面會有一些甜食啊 蛋捲 醃漬物 很豐富 都一點一點的都可以吃得到當地的一些料理 這算是一個特製的套餐 這宮崎牛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juicy 這樣就好想趕快吃 整個套餐真的很豐富 推薦你們來南九州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這個神月宿的宮崎和牛套餐 算是我跟KK Day的這個行程裡面 很意外獲得的一個非常優質的餐點 如果有機會跟著KK Day來南九州的這個行程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選這個有宮崎和牛的行程 那推薦你們如果有機會自己自駕來的話 也可以到神月宿這邊提早預訂 來吃吃看他這個宮崎和牛的套餐囉 那希望這個影片你們會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囉 掰掰